不會順適過你在外面吃的潮州蠔洛 好吃 身為半個潮州妹 怎可能不懂得煮一兩道的潮州菜呢 我就要令我媽媽我婆要proud of我 所以我就學會做這個潮州蠔洛 就是這個煎蠔餅 材料非常簡單 要買一些蠔 蠔也不需要買一些很大隻的 反而是這些細小隻 它會比較那個味道 我覺得更加鮮甜 我們當然有蛋 有芫荽 有蔥 這些都是精髓 其他的調味料待會再說 我們先把兩隻雞蛋 打進大碗裡 我們拌勻了 然後就芫荽蔥 蔥我已經切了一粒 現在就是把芫荽 芫荽的味道 我覺得在蠔餅裡面 真的不少得 雖然有些人可能不喜歡吃芫荽 但是這個蠔餅 有了芫荽之後 它會令整件事會清新很多 當然如果你很喜歡吃芫荽 當然你也可以放多些 芫荽呢 當然這個我已經洗乾淨了 洗乾淨了 然後把葉子撕出來 你也可以留定一兩個 你覺得漂亮的芫荽 可能待會我們可以做少少裝飾 其他其實就可以 我們待會切碎它 好 現在就把它們捲在一起 這樣就會容易些切 不用太過仔細 OK 我們就把剛才的蛋屋放在這裡 把芫荽 蔥 我們現在就要說一說 那個調味料 有這個就是魚露 因為我們是會 新童的朋友 其實魚露可以選一些 是新童適用的魚露 就是我買了這一隻 這一隻的魚露 其實就是沒有這個糖添加糖的 因為其實在外面買到的一些魚露 可能都會有很多糖 或者其他我們新童未必會吃的食材 所以大家可以去買一個 新童適用的魚露 所以因為魚露都鹹 所以我就不會再特別加鹽 因為我們新童適用 所以就會加這個 不會加麵粉 就是加這個杏仁粉 白胡椒粉就不少得 因為我們有海鮮 白胡椒粉 我都喜歡加得多 接著就會有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羊車前紫殼粉 在我其他片裡 大家都會看到我經常都會用 它的作用其實是令到這個蠔餅 會有一點點黏黏黏黏在一起的感覺 我們就不會加麵粉 我們就會加這個羊車前紫粉去代替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就可以把蠔 這個蠔其實我們已經是預先洗了 我們就用一些 譬如最好的粗鹽 可能散一散它就會比較好些 有時候你都會看到 可能中間會有一些蠔殼 我們都要拿走它 就把這個蠔加進去 好這裡我們就完成了 其實我們就可以煎了 我們用多少少油 因為始終它都有差不多的厚度 還有有蛋 所以我們就需要用一個易潔鑊 還有要多一點點油 好了 我們可以加進去 剛剛加進去的時候 它的形狀可以慢慢 才會散開它 不要太厚 鋪平一下蠔 稍後可能會需要用兩個的鑊 就會比較容易翻 其實這裡也有點像 半煎炸的形式 你看到旁邊開始成形 其實我們就可以調中火 就會比較容易控制 尤其如果你是新手 剛剛煮這個菜式 的話 寧願你慢火一點 慢慢煎 都好過你太大火 下面又會焦 但是上面又沒有熟 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就轉 中火就對了 我們都要等到上面 都差不多看到 比較挺身一點 才是夠有信心才把它翻 現在就還沒得住 吃完這個蠔餅之後 其實平時我們外出吃 我都很想吃 但是裡面都放多 也都不少的麵粉 始終我是不想吃麵粉 所以自家製 這個低碳的潮州蠔餅 簡直是 我覺得是 完全滿足到我 就是餵食那樣東西 掛著我婆婆 掛著我公公的 一個私香的菜式 好一翻 那你就看到了 剛才為什麼我說 要用這個中火 就是因為 其實你慢慢煎的時候 有這個金黃色 其實是很OK的 你平時出去吃的話 其實它都是 好像是這樣的顏色 所以就不用怕它焦 就記住 要用中火 這裡其實我不會動它 大概煮多 分幾兩分鐘左右 我就關火 就想點 因為始終我都還想 它裡面的蠔 不要煮得太熟 好了這裡OK 我們就可以上碟 好了這裡我會放這個辣醬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吃法 有些會再沾魚露去吃 但我自己就喜歡放這個辣醬 酸酸辣辣的感覺 我們就可以 我喜歡吃辣的 所以我就會加多一點 到最後呢 可以放少少 剛才我們選擇 漂亮的形式 就放上去 這個潮州蠔樂 就OK了 我當然了 我現在就要試吃 這個辣醬佩羅蠔餅是非常之夾的 好鮮味 其實這個做法真的非常之簡單 所以如果你都喜歡潮州菜的話 我建議你真的 要回家自己試一下 這個新銅版 低碳版的潮州蠔樂 就可以一路吃 健康一點之餘 在味道上面 亦都不會瞬息過你在外面吃的潮州蠔樂 大家如果想我繼續教多些潮州菜式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要按鈴鐺 很快我遲些就有新片給大家了